他用的那個Justine Converter 這個實際上就是透過這邊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是覺得他蠻用心的去再經營他的東西 裡面全部都英文 然後反正你可能要花時間去爬這個文章 所以有的時候 要找到解決方案 有時候光要花那個爬文的時間就爬了非常多 最後可能不能用 也許這個就白花力氣了 但是沒辦法 你不爬也當然也更不可能得到比較好的答案 所以我最後的話會比較之下發現 哪一個是最好的 那當然也不是說哪個最好 哪個相較之下比較簡單吧 因為我至少會想說找一個方案 不要說太複雜 連我們自己都覺得 光要這樣寫實在是太麻煩的話 所以我們就會想各種方法 那裡面的話我是把它截錄啦 所以剛剛的東西 剛剛的範例 基本上因為我覺得最有用的第一個啦 反正至少能夠讀取 另外能夠寫錄 那寫的話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電腦像低跌有問題 不能寫到D 只能寫到C 或者你的隨身跌 把它改一下 不過理論上一般不太會寫到C啦 因為C是系統跌 一般是放D啦 那這裡的話其實程式裡面稍微說一下 這個的話是一個range range就是一個範圍 那範圍以前都是雙引號有沒有 哪一個到哪一個 只是說這邊的話我是換了另外一個寫法 反正另外一個寫法就是說 你可以給它一個起點 你要抓的資料就是目前看到的是C1開始 到E1的最下面一列 那這什麼意思呢 指的就是說從C1有沒有 這個地方 一直到E1這個的最下面 那就到這邊 意思就是這個就是這個範圍的意思啦 所以意思就是說幫我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這個表格怎麼樣 轉換成為一個json的一個檔案 OK意思是這樣子 那怎麼樣可以敘述說呢 讓他知道說你要抓第一個 抓第二個、抓第三個 那我後面有用到一個方法叫offset有沒有 那offset的話意思是偏移的意思 所以抓第一個資料之後 如果要向右邊抓下一個的話 那記得哦 那個offset的瓜弧裡面前面是先列 後面才在藍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0的話是同一列 d.1的話就是右邊這一藍 那如果2的話呢就是右邊兩藍的意思 所以先抓這個 再抓這一個 再抓這一個 OK然後幫我寫到物件裡面去 然後一個一個寫一個個寫 所以哦 他這邊的話先抓自己本身 先抓第一個C1 那C1之後的話要抓下一個 應該就是d1 所以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加一個offset offset的就偏移嘛 然後那後面的話是先列 所以同一列的右邊哦 右邊那一藍 如果是正的話那是向右 那如果是負的是向左就對了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把它抓過來 放到item的項目裡面 有一個key叫email 然後呢再一個key叫這個form 然後就把這個 把它add進去啦 然後最後就把它清掉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所以上面這個是一個範圍 那這個是分別把資料抓出來 一個一個塞到那個項目裡面 最後幫我把它存檔 那存檔的話呢 這邊就是先開一個檔案 把它寫到記憶體裡面 然後再利用那個convert有沒有 它裡面 至於是裡面 因為不是我寫的啦 所以我們只是去呼叫 剛剛模組裡面的這個方法 它就可以幫我把這個要取的資料 存進去 所以最後的話可以看到 應該是成功的 然後它把它蓋過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c跌底下 所以這個可能要找一下c跌 底下的話就有這個檔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啦 因為開好像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裡面沒有裝那個什麼 那個編輯器 所以你要開它 好像問你說哪一個啦 所以我還是建議乾脆 你就直接在電腦裡面 如果它寫點程式的話 最好就是直接裝這個啦 那個什麼 Nordepay++算了 Nordepay++這一個 然後把它裝起來 download它 然後download最新的好了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編輯器 真的蠻不方便的 因為光 我用裝這個install 那把這個裝起來之後 你將來按右鍵 就可以直接用Nordepay++開 不然真的很多地方沒有辦法開 OK 然後好處就是說 就直接可以 這個有沒有 Nordepay++ 然後如果裝好就按右鍵 這邊就出現了 用那個Nordepay++編輯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資料就寫過來了 有沒有 一個一個幫你寫 寫到這裡面來 至於是否正確啦 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好了 好 然後 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可是這個方法 已經算是比較簡單 因為 模組不用我們自己寫 然後物件 我們也自己把它打開就好了 可是還是有點麻煩 所以待會的話 我會教各位第二種方法 所以 待會的話 請各位底下還有什麼利用這個 就是跟Convert轉換 這個是我們把它改過的 就是用那個 Judson Convert來做那個什麼 PN2.5的範例 那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待會再看 其他除了說 剛剛這個方法 用那個 外部模組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解析 更簡單的方法 不過你說更簡單 應該 也沒有 只是說稍微程式碼會比較簡短一點 因為裡面的話 基本上 就直接呼叫那個Windows 就是 等於是我們Windows本身去解析 因為Windows本身裡面有JavaScript的物件 直接可以解析那個Judson 至於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 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剛剛這一段程式碼 就是將那個Excel輸出 為Judson 我把它放第12頁裡面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